就是1,我们先合并过来 合并的方法 当然我们是用录制聚集来修改的 当然如果你功力够的话 也许你可以不要录制的 直接用VBA来撰写,当然可以 你可以用哪一个Sale切过去 Sale自动一个丢一个一个丢 或者另外一个Range 你可以设定一个范围 把这个范围直接就copy到 你指定的范围里面去 VBA里面也OK 不过这些我想你再延伸性可以练习 试试看 接下来当然我们是用录制聚集把它call过 还有个清除 再来因为合并的时候日期格式不正确 所以我们有改了一个合并为标准的 标准之外 其实当然我们在入门班有讲过 当然格式 比如说你说老师我觉得这个格式不OK 我希望把它改成像我们以前在入门班有做过的 就是用中华民国力 里面的话可能是像这个 自定一下 前面讲过就是不要用斜线 我们也可以用点 如果是个位数字我就补0 所以MMDD 再来后面的话可以刮虎什么 刮虎周期的话就是刮虎AA 它就出现周期 类似像这样子 假设你这边做了一个这个格式 对不对 按确定 它这边会出现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呢 将来你所有的这个格式 有没有 通通都依循这个的话 在VBA里面 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先设定一个格式 做完之后制定的部分 把这个先复制一下 复制起来做什么呢 取消 再到你的那个标准格式里面 其实只要做一件事 这边好像其实在这一行下面 就是当我输出之后 有没有 那我可以再呼叫一个什么呢 Sales.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Lamber Format Local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本同什么呢 你刚刚按滑鼠右键 储存格式里面的制定 所以如果说你要针对 这一个储存格里面呢 做设定的话 一 你直接怎么样 不过特别注意 Sales我现在还没加刮鼓 记得最后刮鼓要补上 那你想说那为什么刮鼓最后补上 记得刮鼓要补在前面 因为如果你加了刮鼓之后 Sales给下去它不会提示 因为Sales其实它这个属性 所以它BBA里面它不给你提示 那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是什么 没关系啊 你不给我提示 那我先打Sales 再去打一个Lamber 最后记得就是补一下就可以了 等于双引号两个 把刚刚的制定里面那个字串贴过来 然后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刮鼓补一下 那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把刚刚的格式再把它加上 所以输出完加格式 输出完加格式 后来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先格式 再输出资料呢 两个可不可以颠倒呢 上下颠倒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啦 为什么 就跟什么 你输入完设定格式 跟你先设定格式再输入 有差别吗 应该是没差别 所以两行颠倒应该是没关系 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试一下 增加这个之后 那我这边的话一样把它做清楚 然后呢 当然我执行的时候 我习惯如果这一行我不确定OK 那我一样呢 在修改的这一行前面在一个中断点 那它会怎么样呢 当我按一下它的时候 它会跑一个输出 有没有 这一行已经输出了 这一行还没跑对不对 格式OK按F8 有没有发现 它就怎么样 先帮你输出 有没有 然后再格式 那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们刚刚呢 这个地方 两个颠倒OK呢 那你在中断模式的时候 其实程式是可以再编辑的 只是说这个 这个把它再改一下 两个如果颠倒的话 其实在中断模式下 它是可以允许你重新再编辑的 所以把它OK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中断模式加上去之后 再跑一下 刚刚是什么 先输出 再格式 现在是什么 先格式 试一下 有没有 然后再输出 结果居然不对 所以 那把它重新跑一下 这边清除一下 先是在中断模式 先停一下 清除 再跑一下 理论上记得应该是OK 试一下 所以两个颠倒好像似乎会有问题 OK 所以如果 上下 以逻辑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不颠倒应该是OK 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地方 那 主要如果你要设定格式的话 就利用Number format local 然后把那个记得你制定的部分贴上就可以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这个地方我想应该可能跟民国年比较有关系 其他地方是可以的 其他我之前有试过 可能因为民国年 那你民国年如果输入2017 他可能会 会不会有错乱的可能性 其他地方我记得是OK 那这个地方好像就不行 所以要先格式化